12月27号 国新办举行解读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吹风会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王振民说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包括750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百分之百拥有香港民主的知识产权 近日 国新办发布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从1841年英军强占香港岛至今 内容横跨了180年 全面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 英国在香港扮演的角色始终是香港民主的阻碍者 破坏者 搅局者 英国殖民统治下 香港没有民主可言 这里边有一个例子 英国第二十二任总督 就是任命的香港总督 英国任命的 他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句话 非常形象 他说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 总督地位今次于上帝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芝振峰说 中国国体决定了香港回归以后必然实行民主 中央政府始终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有序发展民主 白皮书他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 真正的设计者 创立者 维护者和推进者 香港的民主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白皮书讲得非常清楚 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民主的新纪元 12月19号 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于当晚结束 产生了90名后任议员 顺利通过香港新的选举制度第二次检验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说 选举制度的改革体现了最大的政治包容性 多元性 比如我们从社会背景来看 这些后任议员有这个政治人员 中学的校长 大学的教授 职业的律师 医生 还有来自于社区的这个工作者 这样的一个广泛的代表性 也是一种政治包容性的多元性的体现 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90名后任议员当中 也有这个56名是新的面孔 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党选的这个议员 而且占的比重是占整个立法会的62% 非法占中修理风波 一度将香港由平安之都变为动乱之城 投资者失去安全感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 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2020年香港新股集资额超过5000亿港元 同比增加于50% 稳居世界第二大新股集资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 也再次肯定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而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 香港位列全球第三大外来直接投资目的地 在最新的2021年全球世界数码竞争的排名中 香港也居于亚洲首位和全球第二 王振民说香港的民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走什么样的路被谁破坏又被谁救过来 一清二楚 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开启了全新的民主篇章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包括750万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百分之百拥有香港民主的知识产权 中国人百分之百istes 中文百分之百平 公职 中文百分之百